小金城市 大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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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生活的法律是 日本法律店的结果 就 специ major usually 今天的问题是 但是已經在出租中的房子 買完之後 比如說一年後 可不可以拿回自己的手裡 自己來住 多いですね この問い合遇 你明白了嗎 要は 現在中で買って その住人をちょっと出てもらって 自分の身体からっていう まあそうだよね それができれば 一番いいんですけど 結論はできません 残念 日本の房子は賃貸でね 住んでる人がめちゃくちゃ強い房子 すごく権利が守られている 自分で使いたいなっていう人は 最初から来る人もね そういう権を買っていただくしかないな 結論的に言うと 房子と自分用 一番いいな 一番いいな いいな 想提問的朋友 可以在評論區里留言 歡迎收看日本房產頻道 今天來介紹公寓的一間房 1990年3月份建好的公寓 房間的大小是三室一廳 我們今天看的房間是24年2月份 剛剛翻新完成 房間面積72.6平方米 售價是2399萬日元 民宿運營請交給我們 介紹民宿房產 以及購買之後提供民宿運營 詳細諮詢請從這裡 前往我們的公寓吧 這邊 大家好 感謝您收看日本房產頻道 非常感謝大家支持我們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諮詢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公寓 位置在福港市西區金樹 馬上要看到我們的公寓了 到達了 今天要介紹的公寓 名字叫Sky Heights Imagic 這棟公寓蓋好的是在1990年3月份 不過我們今天要去看的房間 是2024年2月份 新 翻新過的一個房間 翻進來馬上就可以住的 非常乾淨的一個房間 那我們去看吧 讓我來 我們進房間裡去看 這裡有安全鎖 非常放心 公寓的公用部 雖然沒有很新的感覺 但是非常乾淨 公寓內部還有這種 進去 那我們坐電梯去看房間囉 來往四樓 這棟公寓的電梯看樣子是新換的 我們到達了四樓 我們的房間在這邊 這個樓的特點是 大門前邊還有一個座 然後進來這裡就是 整個這裡的空間了 那我們進去看吧 房間大門前有一個空間 比如放放嬰兒車便利使用 家門一打開看到的風景是這樣的 眼前是Fukinuke非常通風 家裡的玄關大門也是新換的 大門前有一個空間 打擾了 哇這房間好亮啊 那 開動一下 白了 這邊是大廳 跟我來 來 欸 綺麗的片面的房間 すごい 一張 浮陽台看一眼吧 哇 いいね 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 看一眼這個空間 非常漂亮 眼前具有綠色的山 看看海 玄關的收納充沛 鞋子多也不用害怕 這裡是南邊的陽台 靠著大廳 這個房間有兩面陽台 一會兒就會介紹另一個陽台了 雙方的陽台的景色都是非常好 陽台不只是這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陽台 然後這邊的方向是東 看 眼前能看到大海 還有那個樹 那個ヤシルキ 綺麗です 對 這邊有一個客廳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呢 可以翻一下 這裡有一個自動洗碗機 然後這都是收納棍 主台是三個 這邊的這個吸煙機也很好 然後這邊呢還有一個陽台 這個陽台很長 然後這邊那個窗的下面還有一個收納處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窗的地方 沒有看到嗎 沒有看到嗎 看一下大廳的大小吧 這裡有四十點五碟 這是加上廚房的大小 不過窗戶非常多 感覺這個空間可大了 這邊的空間可以放一個飯桌什麼的 感覺每一個角落都沒有浪費掉 還有這個房間的通風 真的非常好 廚房也夠寬敞 兩個人站在這裡煮飯也不會感覺窄 這裡帶自動洗碗機是您的好幫手 收納空間也不會稠 這裡很標準的收納空間 可以看到眼前都是一戶建 所以眼前沒有東西 沒有建築物擋我們的視野 很好 請看一下我們的和室 和室 這邊有很漂亮的塔塔米 這裡的味道也很香 五酒 六酒ですね 押し入れています 日本的特別な こんな感じ 綺麗だね 一面 不可能會嗎 這上面也有這麼深的 收納了空間 嗯 這個房間還有一個這麼美麗的和室 有和室感覺氣氛一下子就變了 這樣關上門完全是日本 來日本度假想不想來享受一下呢 和室出來這邊連接到這個桌子 然後這個門進去是廚房 然後這邊門是廁所一會兒建設 然後這邊就是玄關了 裏面還有兩個門 我先介紹這個門裏面 等我來 這裡是5.1點的一個洋室 臥室 然後這裡有湘南室 然後這裡有湘南室 看一下日本的空間 喔 待って 這是我的體重伸 70キロ 這個 非常広 第一個房間 陽室 這裡有5.1點 這裡的用法可自由了 可以當工作室或者是給客人住的臥室 隨便安排 然後 然後 剛剛的房間的旁邊 這邊也是 一個陽室 日本語版的 陽室 這裡是6點 然後這邊手拿罐 這邊很大 你看 這個 非常大 這邊陽台 跟剛剛廚房那邊是連接的 噢 風很舒服 這裡是第一個房間的隔壁 第二個房間 這裡有6點 有足夠的面積 可以放一張大床 衣棍的大小跟剛剛房間差不多 這邊的陽台是靠著房間的陽台了 這邊是面向東 這個陽台連接兩個房間 還有廚房的門打開連接的陽台也是這裡 離海邊非常近 這邊吹的風也非常舒服 挺好啊這個物件 這個最大的房間 算是主卧吧 這裡6點的房間出來 就這樣 這個門 這裡是 這裡是 這邊有洗天台 這裡是放洗衣機的地方 然後這裡是有一個收納棍 然後 這邊是 哇 好亮它們 這有那個 海燕的那個 噢不是 噢 全換的新的 好 漂亮 水房這裡也是完全翻新過的 放的東西都是完全新的 這裡有一個收納架子 感覺非常有幫助 浴室也是完全翻新 用的都是新的 可以寬敞泡澡 我們這裡有浴室乾燥機 下雨天也可放心 這邊 廁所介紹一下 很標準的一個廁所 這邊的牆壁就很漂亮 這上面可以放一些東西 都是新換的 完全新的 避免和機靜 功能的 這邊是做一個地方 廁所也是新換的 完全是功能馬桶 收納空間也是足夠的 看一眼室外 這裡是自行車的停車場 非常大 這邊當然有停車場 月租金是6420元 很便宜 空位需要問一下 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本房產頻道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們的關心 還有許多的追尋 來看主要影片之前 我們有一個好消息 告訴來自台灣的朋友們 內容就是有一部分的房產 可以分期付款 當然有一些條件 如需了解更多的詳細消息 請聯繫我們吧 咱們這次看的公寓 位置在福港市西區 地名叫金宿 房間在2024年2月份 翻新完成 設備一律換新 附近的醫院設施到位 地區的環境好 治安好 撫養孩子的家庭 或年紀大了的家庭 都可以生活的非常放心 房間已經裝修好 快來享受您的生活吧 陽台看到的景色非常舒服 可以讓您每天開心過日子 介紹一下最近的車站 站名叫金宿 公寓走過來9分鐘 是一個小車站 這條線連接到地鐵空港線 所以到市中心也方便 來出差旅遊也是非常方便的 車站的建築物非常有特色 金宿到天神 坐電車是22分鐘 到博多是28分鐘 不用倒車一條線 在地圖上可以看到 地鐵和JR都是連著的 他們在Mainohama切換電車 到福港機場的時間也說一下吧 33分鐘也不用轉車 交通非常方便 不想坐電車 當然咱們可以選擇開車 在公寓的附近有一條這麼漂亮的 可以看到海的道 公寓附近有一條大道 國道202 這條大道的附近有很多飲食店 還有大型商店 公寓附近離的不遠 還有高速公路 這邊就是高速公路口 咱要開車出門旅遊嗎 這裡非常方便 上高速就不用擔心堵車對吧 接下來我想介紹一個很漂亮的海邊公園 這裡的景色非常漂亮 咱們去看吧 公寓開車過來五六分鐘就可以到 眼前就是博多灣 從這裡能看到的小島是 Noko no Shima 還有限界島 東邊可以看到Fuganta 還有Pepe Dome 可以看到Momochihama那邊的風景 可以在這裡無憂無慮感受一下 公園裡有很大的草坪 很多椰子樹 一大片松樹林 可以在這裡跑步或者帶狗狗散步 每年夏天這裡會開一場煙花會 很熱鬧的 這邊還有一些遊樂設施 可以陪孩子健康成長 順便說一下 這裡金素的海 山風徐徐吹過 是一個風翻衝浪的寧地 想不想來試一下 接下來介紹的是九州大學 伊豆堅巴斯 九州大學是九州最好最大的大學 就在這幾年從東區搬到了這邊 所以這個校園非常新很漂亮的 周圍有一個永望購物城 到這裡從公寓開車過來7分鐘左右 或者這個永望連接到車站口 可以坐電車過來 離公寓接近的車站到這裡 只要一站2分鐘 有個這麼大的購物中心的話 生活用品指定不用愁 還有最近人氣增加的地方 伊豆堅巴地區也是在這附近 開車過去20分鐘左右 坐電車36分鐘 我個人非常喜歡伊豆堅巴去兜風 最後咱們看一下周圍的超市和便利店 超市在這裡 離得非常近 大概過一個橫道就到了 再往裏邊走一點 這邊有一個全家 生活基本周圍都有 可以放心 今天的公寓介紹完了 福港市西區金宿 怎麼樣喜不喜歡 三室一廳的房間包括一個畳畳 四樓的風景也很好 2024年2月份剛剛分心完成 可以馬上搬過來住 房間格局佈置的也很合理 售價是2399萬日元 我們的頻道介紹福港市和北海道渣黃的物件 喜歡看的朋友們希望您登錄一下我們的頻道 希望您再給個贊 想買房通過LINE和微信聯繫我們吧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